今天鳳台看起來拍一拍 高雄市經過市區最大火災情料 現在水利單位都很認真 接著就上一次做大水的所在 這次都花京多做工程 希望手頭了解就不怕手末做鳳台 外出的地位水高的地 和黑色的土耳出來 新郎路370公車等的地下水道 這兩個月已經黑六千斤出來了 我們最近都會加班 把這邊盡量趕完 就是這個外面 現在跟高雄市長韓國磊說的 無在海市民 原因就是因為地下水道裡面的頭太高了 現在在今晚鳳台要來 工廠人員只能夠乾淨乾淨 已經可以有輸進洪水的功能 工程單位有百阿民對手來挑戰 不過上個月七一九大河 還有這個地方是全欠水地 因為入水水道放起來 讓欠水地沒有欠水的效果 結果議員就去發言說 市政府對這部無用心 現在工廠人員沒有過工 也正式把水爪打開 把這個縫牆的部分大概也做了一些相關處理 那底下結構中層的部分呢 我們很多的一些設施 一些感念設施我們也做了移除 它已經停起來了 會比較安心一點 另外造成七一九三民窟做大水的補助 有高崩潰的地方 市政府也帶著請人家補起來了 我做大型的挑水戰也已經準備好 面對李吉馬風太可能的大來的災情 高雄市政府大家都不敢放逢 記者綜合報道